今天是5月1日 5月1日正好 5月1日正好 估計 由29日到5月3日 29日 星期六 星期六日一二三 連續五日 預計有60萬個旅客訪港 即是一天來十幾萬 十幾萬就不會分散全香港 我想也是去幾個地方 可能是旺局銅鑼灣尖沙咀 哇 那時候爆闖了 大家小心點 起碼那幾個區域都會回來了 應該是很熱鬧的 一句 你們入元朗國 就小心刀光劍影 去這些 未來 很多自由行的地方 我只是這樣說 我不是針對 人多就危險 大家小心財民 還有有人跟你說 要提供性服務 你真是 衡量風險 衡量風險 有電騙案的 不明可疑的電話 小心 但如果有政府機構打給你的話 那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看運數了 你也不懂得分真還是假 今年就會有平均一二百團 哇 每天 也不算很多 也不算很多 現在 團費比較貴 團餐去到六七十塊 七八十塊 就是這樣 好事 五一 通常我們想起五一 五一是勞動節 勞動節 就想起勞工 以前五一通常是職工盟 會出來遊行一下 今年有沒有 前職工盟主席 黃迪元和杜振豪 就說申請未獲批 他們就在4月23日 即昨天寫了一篇文 就說 喂 全部都不批 又說怕被騎劫 你不要整天誇大被騎劫 那就吵了 喂 就算被騎劫 你去看檔嘛 大佬啊 我們啊 你竟然敢反隔這個狗餅強 當然出來便會被騎劫 再出來反駁 但先講多一次他們兩個的不滿 他說 預料人數不多於五百人 哇 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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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警察要溫暗溫 即是要出動五百幾個警察 還要全部跟你掛狗牌 你以為現在有空嗎 他說暫時還未獲發不反對通知書 他前天跟警方會面說 這次遊行與外地組織無關 哈哈 嘩 你真是無私顯見私 你很嚴重 那我想問你 如果有YouTube直播的話 那與外國組織有沒有關係 嘩 你真是嚴重 如果你在社交媒體更新進度 哪個社交媒體不是外國勢力 Facebook也是外國勢力 IG也是外國勢力 你WhatsApp也是外國勢力 是吧 哪個不是外國勢力 你應該這樣說 我們會在微博和小紅書交代最新進度 然後我們全程會有騰訊直播去做直播 這樣應該就好些 我們買的所有的環額 衣服全部在淘寶裡訂購 那有機會沒事 但他不懂 你們又不懂這樣說 所以他就說 我們這次與外地組織無關 這次主辦權我們沒有公權力 保障市民集會遊行權力 應該是政府責任 你這樣說不定 前職公盟的主席 你這樣跟警察溝通不行 你又說 我們這次遊行 我們全部是緊跟祖國的偉大復興路線 第一我們出來是刺激消費 第二我們是愛國愛港的 爭取工人權益 是我們偉大毛主席 一直以來 我們的共產黨是為工人爭取權益 我們是工人鬥爭 你不是不支持工人鬥爭嗎 大家發瘋 這樣有機會就可以 大家先爆發 這樣就不行 好了 九餅強 他多重視 他去北京 九餅強 你在北京就不要管香港的事 你什麼都管 你給小朋友做一下就可以 搶腹 他就說 這兩個人 就說得好像把所有的事給我們警察 說得好像不關他的事 什麼意思 我們評估風險 是基於事實 你這樣淡化風險 是不負責任 好像三天婦女節 有人想騎劫 就取消 是嗎 守法當然 不守法我拘捕你 這樣 講起騎劫 我覺得都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你什麼都要被騎劫 就沒有所謂 最多我們沒有遊行 沒有遊行 就是更加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權力 而一向都沒有 沒有就沒有了 我覺得香港沒有遊行自由是完全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覺得所有事情都有奇蹟風險 那就全部都不給了 我覺得 現在的影響不是影響我們 你是影響建制派那些窒頭 因為他們要扮為民請命 他們出來又要爭取什麼窒窒的 其實你們要搞遊行 即職工盟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們沒有什麼意見 其實現在我們很支持政府的做法 做得很好 對不對 你繼續這樣做 你繼續這樣做 我想你的銀行體系儲備都很快要玩完 你就繼續這樣做 NPF又很快要玩完 儲備又很快要玩完 你的金融市場又很快要玩完 你就繼續做 我們很贊成 我們不需要出去遊行 我們不知 不知多麼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司法 完全 我們是沒有遊行的需要 沒有遊行 如果硬要找一個原因出來遊行 就是因為我實在太外偉大主席 我會把我橫額出來 習近平萬歲 然後拿著一個小熊圍 不過不行 現在是不可以用小熊圍 但是先說一下五一的騎劫 那你大眼窩 告訴你 好了 當工聯會 民戰聯要出來假裝遊行 假裝反對 然後 你突然間有一個 我千萬不要這樣做 千萬不要這樣做 但有些人突然不生瘦 就說 這次我聯動了 港獨、疆獨、台獨 這次混進去 工聯會的遊行 在中間 我就會用龜波起攻 那你算不算騎劫呢? 那我又不能搞 那全部都不能搞 是嗎 那是不會的 我告訴你 工聯會、民戰聯都應該會搞到一些 為什麼呢? 你都要批評數 你每年批評幾百 警察不用做事 都要做一些活動 兩邊都要批評數 不過這樣 這條數都不能批評得久 告訴你 你以為現在有很多錢 你以為上面的人看 你以為上面的人沒有眼看嗎? 大哥 一看一盤數 這個活動 十萬八萬? 一百幾十丁 民戰聯出來辦示威 然後警察維持秩序 用幾十丁 沒有生病 民戰聯想不出來搞什麼遊行 現在 你有票的 省點錢 那你就答我 那你又沒有錢 你沒有活動 沒有Campaign 那你下面那些 那些人怎麼搞 你下面那些人有什麼好做 沒有什麼好做 那你就出來批評 社會動亂就是這樣 不是怎樣解釋的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 首先說小雄為利 之前Patreon也說過這件新聞 可惡的美帝當然是迫害中國人 硬拘捕了兩個無辜的中國特工 很無辜 無辜 無辜這兩個中國特工 就是監視在紐約的中國居民 說的是境外的中國的秘密警察署 他們就叫做外僑的事務署 之前就被西班牙的保衛衛視踢爆了 中國有百幾個地區設有這些秘密警察組織 現在美國就證據確鑿了 就把所有報告都拿出來 就說了你整個訊號 如何做法 其中有個專業的秘密警察組織 叫做912 912特別小組 專門就是從紐約發聲的一些意見聲音 批評聲音 之前說過 但是今天有些細節出來 都令到我挺震撼 原來 是哪些人 只要說小紅維尼 維尼紅 都是要恐嚇的 不用吧 總之任何人 把小紅維尼和偉大主席掛勾的話 這個特工組織 912 都是會恐嚇他的 這些字 在中國全部都被禁制了 但是 原來是中國網民 轉了個玩法 把禁詞變成十里不滿見 大家知道是十里不滿見 大家如果聽玻璃心的歌 也有說過這件事 因為偉大主席說過 他之前是上山下向走十公里 走十公里 就揹著一個淡跳 都不用換博 多厲害 真是洗腓 還有很多敏感詞 大家就小心一點 所以在美國的網友 你不要以為你很安全 你不要亂按來 你不要拿著小紅維尼 到處走 回去可能有人會給你電騙訊息 譬如還有一些敏感詞 就是 就是 脆字 因為脆字 拆開 就變成 雜字的簡體 還有 竹字 就是釘了 嘩 去到這樣 就是這樣